大家好。欢迎来到我们的侦察院频道。我是本期主播老黄瓜。我们频道中的故事均源于真实故事改编。部分故事中的人物可能会使用化名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那么就订阅我们吧。接下来就正式开始今天的故事。 2004年3月8日清晨。张家岗市杨舍镇东来村。声声凄厉的呼救声从一幢民宅内传了出来。划破了村庄的宁静。几位听到呼救声的村民立即拨打了110报警。几分钟以后。东来派出所火速地赶到了案发现场。当时现场的情景惨不忍睹。被害人是一对情侣。男的血肉模糊匍匐在路边。 怀有五个月身孕的女友。则倒在卧室内。两个人都是头部遭到了戾气所伤。通过医院的全力抢救。两个被害人幸运的都逃过了生死一劫。然而警方很快发现。这起杀人被碎案的背后。却是疑点重重。疑点之一。被害人之意朱雅琪。面对警方询问时神色慌张。讲述案情时支支吾吾。 前言不搭后语。似乎不太愿意暴露出犯罪嫌疑人。疑点之二。她的姐姐朱雅英。当时就在案发现场。为何对弟弟和女友的呼救声充耳不闻。见死不救。 这其中必有重大的引擎。通过警方连续几天的审讯。一层层的抽丝剥茧。又一起令人发指的杀人焚尸案浮出了水面。两起案件的主要犯罪嫌疑人。 竟然是山西省阳泉市城区。检察院反贪局的一位检察官。这两起案件中最关键的人物之一。 朱雅英。今年28岁。长得颇有几分姿色。短短的绣发。一双乌黑的大眼睛。 而现在。这一张秀丽的脸庞上。只剩下了空洞麻木的表情。一开始面对记者的采访。朱雅英有些抗拒。当记者提及他的孩子和丈夫时。他就开始默默的流泪。说他最对不起的就是他们两个了。在泪光中。朱雅英回忆起。和山西洋权这位当地有权有势的检察官。王俊平的一段孽情。 1998年。朱雅英第一次见到王俊平。是在杨泉市的一家歌舞厅里。歌舞厅的老板得知。眼前这位俏丽的女子是个小裁缝。想认识歇杨泉市的权贵时。他马上就把一个身材矮胖的中年男子。引荐给了朱雅英。这位长得好不起眼的中年男子。竟然是城区检察院反贪局的一位科长。 朱雅英不仅是耳红心跳。这还是他第一次结识这样一位大的人物。第一次见面。两个人就感到相见恨晚。 在舞厅里。那伴随着抒情的舞曲相拥而舞。目光寒情。双方似乎有讲不完的话题。王俊平对这位年轻的小裁缝也是大献殷勤。 接下来的三天。他还派专车陪着朱雅英浏览试容。虽然这之后朱雅英很快的就被家人召回。回到张家岗结婚生子。经历了一个女人人生中最大的改变。但这一段温馨的记忆。 却始终在朱雅英的脑海里挥之不去。2001年。已为人母的朱雅英。感觉家里的经济日显窘迫。 他决定再次出门闯荡世界时。脑海里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王俊平。朱雅英试着拨通了王俊平的手机。 变化中王俊平的声音里流露着惊喜。看来他对自己还没有忘记。朱雅英的心理顿时产生了几分治愈之感。 当年春天来到杨泉以后。朱雅英没有过多久。就半推半就的投进了王俊平的怀抱。 对于朱雅英来说。王俊平就是自己身边的一棵大树。在杨泉有了它。凡事就有了依靠。 王俊平不仅帮朱雅英在市郊租了一套房子。还帮他揽了好几批工作妇的活。 而对于46岁好色的王俊平来说。这小了将近20岁的朱雅英。淳朴乖巧。远远胜过他那些以前的那些老乡好。 两个人的情欲在泥潭里是越陷越深。互相都觉得离不开对方了。而朱雅英并不知道。 他的出现却引起了另一个女人的仇恨。王俊平经常说。他认识了一个杨泉是最烂的女人。叫王丽琴。 在每次提起王丽琴。王俊平就是一脸的恼恨。虽然王俊平不愿意告诉朱雅英详情。但聪明的朱雅英还是从一次次的试探中。了解到了事情的一些皮毛。 这个王丽琴原来是一个下岗的女工。1997年他和王俊平在舞厅相好上了。还生下了一个私生女儿。 有了女儿。王丽琴家人也就都认可了王俊平。只不过王俊平一直没有能离婚。 而且由于好色。他来王丽家里的时候也就越来越少了。为了让王俊平离婚。王丽琴曾经多次的上王俊平的单位里吵闹。每一次都让王俊平十分的难堪。现在的王丽琴这个二奶。已经成了他的仇人了。 认识了年轻漂亮的朱雅英之后。王丽琴在王俊平的心目中。变得更加是一文不值。为了永久地摆脱这个阴影。王俊平终于向朱雅英吐露了。他心中里一直来的恶念。他想干掉王丽琴。 当然。王俊平的许诺就是离了婚以后。就马上和朱雅英结婚。刚开始听到王俊平的杀人意图时。 朱雅英的心里划过了一丝恐惧。但他很快地就感到了释然。不除掉这块绊脚石。他和王俊平也好不了长久。王俊平问朱雅英有没有可靠的人。他愿意出两万元。当王俊平希望朱雅英能提供一个合适的人选时。朱雅英从脑海里第一个跳出的。就是自己的亲弟弟。他知道弟弟在家里不务正业。 整天的与街上的几个小混混。私混在一起打架斗殴。与其这样。还不如给弟弟介绍一笔生意。 再说自己人更可靠些。 2002年的大年夜。周雅英乘火车回到了自己的娘家。在吃年夜饭时。他把弟弟叫到了自己的房间里。得知姐姐要介绍的这一桩生意。朱雅琪有些犹豫。他对姐姐说给他时间考虑考虑。到了第二天一早。弟弟来敲姐姐的门。他说想好了。他干。听见弟弟的回答。 朱雅英心中板若一块巨石落地。大年初二。朱雅英给了朱雅琪八百元路费。让他上无锡城火车去洋泉。看见弟弟的背影渐行渐远。朱雅英心里忽然掠过了一丝不安的感觉。 他叫住了弟弟。问他行不行。真的不敢那就算了。朱雅琪叫他就放心。然后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乡间的迁没之中。他显然还没有意识到。是自己的姐姐。送他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。在市看守所。 25岁的朱雅琪和姐姐紧一强之隔。他头上手上都缠着纱布。脸上的惊恐仍然没有褪去。朱雅琪清了清干涩的喉咙。问能不能给他一支烟抽。努力的使自己发颤的身躯恢复平静。 朱雅琪脸上显出了又痛又悔的神情。说他现在最恨的就是他的姐姐。2003年的春节。朱雅琪乘火车到达了阳泉的时候。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。看着姐姐纸上写的汽车车牌的号码。朱雅琪在停车处。找到了一辆来接他的黑色桑塔纳。 司机是一个貌不惊人。面容凝重的中年男人。他在路上几乎是一声不吭。汽车七拐八拐。中年男人把朱雅琪送到了市区。一个天桥边租住的房子里就走了。临走前他吩咐朱雅琪。说好好在这里等待哪也别去。在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里。朱雅琪很快的就发现了姐姐的秘密。 他在姐姐床下的被褥里找到了一大碟。姐姐与这个中年男人的亲密合影。这个人肯定就是姐姐常说的检察官王俊平。朱雅琪寻思着。联系到姐姐说这次是干掉朋友的老婆。那么此人必定是王俊平的老婆无疑。在焦躁中等待了三天。王俊平直到大年的初六的晚上才露了面。 这次王俊平显得和气了许多。他把朱雅琪。带到了一个小餐馆里用了餐之后。又把朱雅琪带到他检察院的办公室里。打开自己办公室的大门。 王俊平的语气里不无得意之色的说道。这就是他的办公室。朱雅琪知道。他这是来安定自己的心的。 王俊平小心翼翼地避免了过多的交谈。只是简单说了一下杀人计划中的时间地点。他告诉朱雅琪。在杨泉乡。他在老家附近有一处废弃的美景。山头还有间小屋。屋内就是下手最好的地点。十分的安全。 一切就听他的指挥行事。大年初八到了晚上八点。王俊平把朱雅琪从住处接出来。在一个天桥上让朱雅琪下车。在寒风凛冽的天桥上。朱雅琪缩着脖子等了半个多小时。终于等到了王俊平的返回。 这时。他车上的后座上已经多了一个女人。王俊平示意朱雅琪坐到后座上。并笑着对朱雅琪说介绍一下。这就是他的大嫂。随即王俊平又对那个女人解释说。这就是他的一个朋友。送他到他的住处就回来。这一路上。朱雅琪看着他和那长相丰满靓丽的女人。不断地交谈着。有说有笑。 汽车在路上行驶了一个多小时。车窗外的景物越来越荒凉。朱雅琪的心跳也就越来越加快。他知道办事的时候快要到了。果然没过多久。车子就慢慢地停了下来。朱雅琪看到王俊平向他使了个眼色。他强按住心头的慌乱。伸出双手。一把掐住了女人的脖子。女人对着突如其来的喜机。 显得完全没有防备。他两手奋力攥着朱雅琪的胳膊。淒厉地呼叫着。挣扎中。女人用双脚踢开了车门。朱雅琪和他撕打在了一起。两个人的上身都倾出了车外。 这时朱雅琪用余光。瞥见王俊平从车的后备箱里。拿出了一把大斧。劈头盖脸的对准挣扎中的女人就是两父子。女人躺在地上不动弹了。 王俊平叫朱雅琪帮忙。沿着弯曲的山路。伸一脚浅一脚的把女人。抬到了山上的一间黑咕隆咚的小屋里。回到汽车里。 王俊平又从车子的后备箱里。拿出了两桶汽油和一块白布。他知道王俊平想干什么了。 当时他吓得全身发抖。想起那恐怖的一幕。朱雅琪仍然禁不住浑身的颤抖。整整两个多小时。他看见小屋里的火光一直闪着。然后王俊平从小屋里返回。背上还背了一个背包。他问王俊平那是什么。王俊平回答说是那娘们的骨头。拿到了两万元钱。朱雅琪当天就往回赶。 这一路上。朱雅琪就像是惊弓之鸟。神色仓皇。他终于没有赶回家。直接去了连云港避风透了。整整一年。他经常在半夜里被吓醒。满身大汗。于是上网找到了女友之后。即使女友天天在身边陪伴着他。朱雅琪仍然逃不过噩梦的纠缠。 那女人凄惨的哭叫声。永远在尾随着他。追逐着他。朱雅琪越来越憔悴。他的眼眶开始深陷了下去。就像生了一场大病的人。朱雅琪终于想结束这样的日子。 他想到了自首。但想到那冰冷的铁窗。他又不寒而栗。他决定带着江西的女友远走高飞。永远不再回到张家岗。这时他的女友已经身怀有孕。他急需大笔钱开始新的生活。 这一次。他又想到了王俊平。在杨泉市。王俊平无意中向他透露了。他是管官的官。有的是来钱的方法。汽车就是别人送上门来的。除此以外。 王俊平在杨泉市还有好几处房产。2003年的年底。趁着姐姐回家过年之际。朱雅琪决定向姐姐摊牌。他说王俊平当初答应给他三十万的。到现在只付了两万。王俊平这是想耍他。这种日子他再也过不下去了。还不如去自首得好。朱雅英一下子猛了。他明白弟弟这是在敲诈他。 他的脸色开始阴冷了起来。说他不怕因此连累他姐姐。怎么说。当初自己也是为了帮助他。给他找个赚钱的机会。朱雅琪说他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如果姐姐给他三十万。他一辈子也不会再出现在他们的面前。朱雅英为了稳住弟弟。他与王俊平商量。答应再给朱雅琪十万元。 2004年6月给他两万元。10月再给他八万。而朱雅琪已经等不及这漫长的付款计划了。他一次次的催逼着姐姐。扬言要去公安局自首。朱雅英和王俊平。 开始像热锅上的蚂蚁那般焦躁。原来。自从王俊平被害以后。当地公安局。因为一直找不到尸体和杀人的证据。 只能下了失踪的定论。王立琴的女儿也是下落不明。但是王俊平一直是他们怀疑的对象。杨泉市地区检察院经过一系列的调查之后。得知王俊平这个人。个人作风极为不正。后来王俊平被上级部门双规处理。 随即他离开了检察机关。去了另一家公司。自认为杀人计划天衣无缝的王俊平。本来就是焦头烂额。没想到碰到了这样一件棘手的事。被朱雅琪逼迫再三的王俊平杀心又起。他对朱雅英说。在自己和他弟弟之间。看来只能活一个了。叫朱雅英自己选。朱雅英被情所困。 痴心妄想着有朝一日与王俊平共结联礼。他已经没有后退的路。丧心病狂的朱雅英。在杨泉就和王俊平合计好了。怎样杀死自己的亲弟弟。此时老黄瓜真是气的话都不会说了。朱雅英为了自己的私欲。竟然动起杀念。 确实是让人无比的气愤。这百年才能修得做兄弟。按理说世界上还有什么。比一母同胞的兄弟更亲密的。 刘备曾经说过。兄弟如同手足。这姐姐朱雅英此时就是要砍掉自己的手脚。 他怎么能下得去手。2004年3月6日。三奶朱雅英带着王俊平。踏上了赴张家港的旅程。他没有想到。这将是他和王俊平的终结之旅。 当天。王俊平和朱雅英就买好了去江苏的火车票。然后赶赴杨泉桥北街市场。采购了杀人工具。两个人先后花6元钱买了一把铁锤。52元买了一块塑料的地毯。又去商场买了一个黑色的尼龙旅行包。将从家里带出来的一条军用棉被。连同铁锤地毯一起装了起来。按照王俊平的计划。 他俩到达张家港后。朱雅英先回家。在自己的屋里铺好地毯。预防行凶后血液溅的遍地都是。难以处理。然后就可以把朱雅齐骗进屋里砸死。朱家所在的村子。距离长江很近。尸体用地毯棉被一裹。再加些负重物往长江一扔。那会神不知鬼不晓。但就要上火车的一瞬间。 老谋深算的王俊平想到。这杀人之后。把尸体从家里抬到江边。这一段距离无论多近都存在着危险。何况这朱雅齐身高有一米七十八。比他俩都高出了不少。 再加上地毯。棉被。一个人肯定是弄不动的。两个人抬着既不方便。也容易招人注意。于是他断然决定开车去江苏。 虽然山西的车牌照他在江苏不多见。但张家港经济发达。山西的车辆也不会少。车牌照引起麻烦的几率应该会小很多。王俊平和朱亚英当即就退了火车票。 下午三点左右。王俊平开着他的桑塔纳轿车。拉着朱亚英直奔江苏。3月7日早上9点。经过18个小时2000多公里的奔波。两个人到达了张家港。并在朱亚英老家。东莱镇附近的锦丰镇旅馆住下。当天下午两个人。又办了一张张家港本地的手机卡。 同时又到长江边上看了地形。选定抛尸的地点。3月8日一早。王俊平开车把朱亚英送到了东莱镇。然后朱亚英携带作案工具。乘坐公交车先回到了青桥村的家中。朱亚英悄悄地打开了自己的房间。将塑料地毯铺在了正对房门的地上。然后打电话通知王俊平一切已经准备就绪。 王俊平随后赶到。将小车停在了村边。徒步地溜进了朱家。朱亚英和弟弟朱亚琪的房间都是在二楼。朱亚琪房间的窗帘拉着。还在蒙头大睡。朱亚英叫他的时候。睡眼惺忪的朱亚琪第一个反应就是。 姐姐这是专程回来给自己送钱了。她一边揉眼睛一边往姐姐房间走。到了房门外。迫不及待的朱亚琪就喊了起来。问姐是不是把钱都带来了。 房屋里的王俊平挥了挥手。朱亚英会议。冲门外喊进来再说。 拿钱心切的朱亚琪想也没多想。推门就进。由于王俊平在门口藏着。朱亚琪推门并没有权推开。但是他看见姐姐的房间里。铺了一张崭新的地毯。朱亚琪一下子就警觉起来。突然的就收住了脚步。 看头往门口观望。一眼便瞅见了手握铁锤的王俊平。朱亚琪知道了情况不妙。扭头就想跑。还大喊着救命。 王俊平窜到门口。一把揪住了朱亚琪的衣服。朱亚英同时也上前帮忙把弟弟拉进了屋里。 就在王俊平二人行凶时。朱亚琪的房间里。忽然传出了一阵阵的呼救声。原来在朱亚琪房间叫喊的。是他的女朋友詹某。两个人虽然是通过网络认识。时间还不很长。但是早就已经经同居了。只是在外地的朱亚英压根就不知道。朱亚英先放开弟弟。急忙跑到隔壁去查看。 随后王俊平见朱亚琪已经被砸得满头是血。不再动弹也冲进了隔壁。杀红了眼的王俊平。上去照着詹某的脑袋就是两锤。将他砸倒在地。可王朱二人返回刚才的行凶现场一瞧。傻了眼。朱亚琪不见了。原来王朱二人上隔壁行凶时。苏醒过来的朱亚琪慌不择路。从二楼阳台跳下去。 狂奔到离朱家不远的一座桥上。大喊救命。喊声惊动了村民。有人报了警。王俊平刚逃走。张家岗市公安民警就赶到。 将朱氏姐弟带去询问。当天早上。是朱亚英带着王俊平。乘公交车来到他的娘家。把弟弟骗入自己的房间后。朱亚英帮着拖住了朱亚琪。并且亲眼看着王俊平。 向自己的亲弟弟轮起了榔头。又与他一起找到了隔壁房间。有五个身孕的弟弟女友。协同王俊平继续地施报。只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。周围的群众在第一时间就报了警。 王俊平。王俊平仓皇而逃。不但没有杀人灭口。反而暴露了字。很快的警方就在王俊平的另一处女友处。抓获了他。这名女友就是他的四奶。他已经承认了基本的犯罪事实。关于王俊平的犯罪经过。以及他六岁私生女的下落也就水落石出了。原来。王俊平为了掩盖他杀死王丽琴的罪行。 居然连他和王丽琴私生女也不放过。真是禽兽不如。2004年8月23日。检查机关救王俊平、朱亚琪、朱亚英。故意杀人案。杨全市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。王俊平、朱亚琪和朱亚英三个人。均被判处于死刑。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杨全中院一审判决以后。三名被告竟然不服。 分别上诉至山西省高院。省高院二审以后驳回上诉。维持原判。并依法核准。死刑在2005年5月17日。 遵照山西省高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。三个人被验名正身。压赴刑场执行死刑。好了。本期故事到此结束。我是主播老黄瓜。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,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。